- 大家好 我是Nina 我現在來到了銀座的TOKYO PLAZA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間來日本一定要來逛的免稅店 就是我背後的這一間樂天免稅店 樂天免稅店呢它是東京唯一間機場型的免稅店 也就是說它跟機場有一樣的優惠 除了免消費稅之外呢還可以免關稅免燃酒稅 所以你在這邊買東西呢會比你在一般商店買免稅 還要更便宜一點喔 那這一支影片我們除了會帶大家介紹樂天免稅店裡面的品牌之外呢 最後呢還有樂施購日本讀者專屬的優惠券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逛吧 喜歡日本旅遊 愛吃日本美食 想看觀光獵家與四季美景 快訂閱我們 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 樂天免稅店主要分成兩層樓 在九樓部分就是美妝保養類比較多 八樓呢是手錶啊 或者是一些精品皮包的品牌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來帶大家逛一下八樓 八樓這邊的手錶品牌非常多 你能夠想到的應該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像是Swatch啊 精品的Omega手錶 還有背後的這個DW手錶 像是DW手錶就幾年前在台灣非常紅 它最有特色的就是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錶帶可以替換 而且設計好看價格又不貴 像這個男女對表系列就非常紅 女生就是表面小一點 男生就是表面大一點 那你們還可以買不同的錶帶自己做替換 覺得真的是蠻適合拿來當禮物的一個品牌 而且我們剛才查了台灣DW手錶的原價 嚇到耶 台灣一支DW手錶原價大概是 六千九百九十塊 一支要三萬日幣 這邊一支是一萬三千日幣 所以你在這邊買三支 在那邊只能買一支 所以大家如果有要買DW手錶 買來送人或是自己用的話 一定要在這邊買 我現在載的這個品牌呢 也是在日本超紅的包包品牌 這個品牌有非常多日本的小資上班族都很喜歡 因為它的價位不會太貴 但是品牌又很有辨識度 而且設計的都很可愛款式很多 所以今天就也來帶大家逛一下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呢還被稱為是日本香奈兒 因為它的品牌設計元素呢 都是非常可愛甜美的 所以很多日本女生都很喜歡這個品牌 而且他們還很常會跟迪士尼推出聯名商品 都是期間限定的 像我剛才一進來這個櫃位 馬上就被這個包包燒到了 我覺得跟我今天的衣服很搭耶 經典款的設計 對 經典 八樓這邊呢還有一區是賣各種不同品牌的墨鏡 像是大家都有聽過名字的雷蓬啊 或者是Coach的墨鏡在這邊都可以找到 而且款式我覺得還蠻多的喔 我們現在來到SK2的櫃位 那大家都知道來到SK2的櫃位 一定要買的就是他們的青春露 青春露它又被稱為是神仙水 因為聽說很多人用完都覺得 對肌膚的效果很明顯 它塗起來呢就是非常的保濕呢 塗完之後呢 聽說有可以讓你的肌膚的膚色比較均勻啦 或者是讓你的肌膚比較不容易起狀況的效果 真的是很想要買來用用看 方科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日本品牌 在樂前免稅店這邊也可以找到很多方科的產品 方科最有名的呢 就是他們的卸妝洗臉系列 還有一些保健補給品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他們的商品 剛才看到他們這一櫃商品啊 就覺得很心動耶 他這邊就很貼心的幫大家分好了 二十幾歲的人 三十幾歲的人 四十幾歲的人 適合吃的保健補給品 像這邊呢就有寫他們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是四十幾歲的人的話呢 就知道喔 這一些營養素現在很適合自己 那就可以整包拿去 就不用再一罐一罐找 就你每天只要拿來吃一包就好 不用拼拼罐罐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看你是要買來自己吃啊 或者是他這有到六十歲 送給五十歲六十歲的長輩都很適合 那他豆分男女 我覺得這就還蠻貼心的 這一款方科卸妝因為會這麼紅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聽說他們的卸妝 油擦起來非常的溫和又很保濕 所以你在卸妝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按摩的方式 輕柔的把你臉上的 比如說眼睛啊或者是嘴唇的妝 都可以一併用這一罐一次卸完 那用完之後呢 也不會覺得臉崩崩的很乾燥 所以在台灣超級有人氣 那這個我們也查了一下 在台灣的價格 台灣的某個線上購物網站 大概是賣 五百八十九台幣 這邊的日幣免稅價格是賣一千七 換算台幣只要三百八十二 可以省下兩百多台幣耶 這個也差很多耶 等於你在這邊先囤個兩三罐的話 你就可以省到將近一千台幣了 聽說JOMALONE也是來到日本 一定要買的一個品牌 因為它的價差跟台灣差很多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有哪些東西是必買的吧 JOMALONE他們呢 每季都會推出當季的限定香水 像現在就是櫻花季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有櫻花季的香水 而且平身還是粉紅色的喔 除了當季的香水以外呢 當然來這邊就要買他們最經典的香水 那其中三個呢 是在台灣很熱賣的 有英國鯉魚小蒼蘭 蘭楓林香水跟 竹葵草魚海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他們的味道 像現在這一個是 鼠尾草跟海鹽口味的 我這樣噴有對嗎 嗯 好有氣質喔 很像是房間燻香的那種 有一點涼涼的味道 鼠尾草的香味我覺得還滿香的 接下來試的是這個我最常聽到名字的 英國鯉魚小蒼蘭 喔 這個一噴味道就好濃烈喔 我覺得好像滿偏甜的 然後 也是讓人覺得很有精神的那種味道 不過剛剛的鼠尾草魚海鹽 我覺得聞起來比較令人放鬆 比較有房間的感覺 那這一個就是感覺適合外出的時候噴 這個真的是甜甜的花香味耶 蘭楓林這個 很適合少爐 對 這樣這三個聞起來啊 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第一個 鼠尾草跟海鹽 那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來這裡買 啾馬龍的香水 是因為這邊的香水價差 跟台灣差超大的 這邊的香水啊 100毫升的呢 只賣1萬5 就是免稅之後的價格 因為這裡是免稅店 所以呈現的價格呢 全部都是免稅價格 我們剛才呢 也去查了一下台灣的 啾馬龍官網 他們賣這樣一樣 100毫升的香水 是賣一瓶大概是5500台幣 所以換算下來的話呢 在日本這邊買呢 就可以立刻省下9000日圓 超多的耶 將近兩三千台幣喔 所以要買的話 對真的是來這邊買最划算 那在樂天免稅店的JOMALONE專櫃呢 除了剛才買的經典香水之外呢 其實這邊還有很多產品 像他們這邊都買得到喔 像是身體乳啊 或者是這種小小禮盒組 還滿推薦像我一樣的香水初學者呢 就可以買他們這種經典的組合 他們五罐是賣1萬1000日幣 如果每天用的話 大概可以用半個月到一個月 所以這個你省著用 也不用省著用啦 就是每天稍微用一下 就可以用個半年左右 我覺得還滿適合 想要試試看JOMALONE香水的人的 那還有我們捷衣代言的雪基金 當然也要介紹給大家 在我背後這邊呢 大家看到這個新包裝 其實是雪基金新出的系列 那這一整個藍色系列呢 都是針對毛桶問題出的系列 像是化妝水啦乳液卸妝油全部都有 那左手邊的白色系列呢 是針對敏感肌的商品 那如果也是皮膚比較敏感的話呢 就可以這一系列的商品都可以用 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是雪基金的新系列 那這邊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包裝啦 白色蓋子呢 都是主打美白功能的 金色蓋子呢 就是美白加抗皺的升級版 大家也可以依自己的需求 來選一下不同款的雪基金喔 那來到免稅店買東西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拿到很多的贈品 像現在雪基金貴位呢 他們就有推出買滿8000日幣的話 就是從新推出產品系列的旅行組 等於你買一個東西呢 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贈品 真的比其他地方買起來還要划算 不過這些贈品呢 都是數量限定的 或者是期間限定的 所以大家每次來的話呢 就可以注意一下現在送的是什麼商品喔 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喔 現在來到這個3呢 也是在日本超級紅的品牌 因為呢它的原料都是從 植物萃取出來的有機認證原料 所以呢如果你皮膚比較敏感啊 容易起痘痘什麼之類的話呢 就可能還滿適合這一種有機的品牌 我手上這一罐呢是日本在這個月才換新的 平衡卸妝油的新包裝 這一罐卸妝油之所以很紅的原因呢 聽說它是可以一秒乳化 這樣你洗臉的時候呢 就可以很確實的把你臉上的髒污帶走 不會感覺洗完還有油膩感存在 而且它的成分呢 都是用很多不同種植物萃取的原油來做成的 所以也不用怕說這些油可能殘留在肌膚上 沒有洗乾淨的話會對肌膚有不好的影響 那這一罐卸妝油呢在樂天免稅店這邊是賣 3970日幣 台幣原價是1500 那1500大概是6000多日幣 所以這樣子6000多日幣這邊是4000日幣 一罐就差了2000日幣 將近500塊台幣 所以呢這個也是價差很大 我們都幫大家選價差大的產品 大家就直接跟著我們買就可以了 那兩千免稅店這邊真的聚集了超多女生會愛的品牌 除了我們剛才介紹的香水啊或者是保養品牌之外 有很多不同國家 就包含日本啊或者是歐美的化妝品牌都有 像這個Bobbi Brown呢就也是在台灣很紅的化妝品牌 尤其他的粉底跟打亮是最熱門的商品 那我們一樣也來比一下價格 像是這一款東蟲夏草的粉底液啊 我們剛才查了Bobbi Brown的台灣官網 大概是賣2800台幣 但是在樂天免稅店這邊呢 賣的是6800日幣 換算成台幣的話是1500台幣 跟台灣的價格差了1200耶 整整1200台幣 這個價格就是可以買兩罐 回去抵台灣才只能買一罐 差超多的 像這一櫃Tom Ford也是超級紅的歐美彩妝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眼影啊粉底唇膏都很不錯 那我們就來拿這個他們最紅的眼影來看一下價差 這邊是一盤賣9800日幣 換算成台幣是2200台幣 那我們剛才也查了在台灣的免稅店 這樣眼影一盤是2980台幣 買一盤省700台幣 又可以再去買兩盤平價的眼影盤了 很多人要回國之前呢 都會去機場買免稅的香菸 其實這邊有很多免稅的香菸可以選喔 大家就可以事前在這邊先買好 直接去機場領貨就可以了 那提醒大家免稅的香菸一個人都只能帶一條喔 在樂天免稅店9樓這邊呢 其實它有一區是免稅區 跟我們剛才介紹的Duty Free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免稅區的商品呢就跟我們其實一般在外面 藥妝店買的時候退稅是一樣的 只有退掉消費稅 所以你在這邊買的話就可以直接 把商品現買現帶回家 那如果你是在Duty Free區買的東西的話呢 就要在機場才能領貨他們的差別在這邊 那這一區呢也有一些品牌我們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現在來到的這個品牌 UKA呢是近年來在日本越來越紅的美妝保養品牌 那其實最一開始是一間東京的美容沙龍推出的品牌 他們最明星的商品就是我背後的這一大堆指甲油啦 他們指甲油呢比較特別的是 當然各種繽紛的顏色都有 不過他們有很多比較偏粉紅色啦 或者是裸色的大地色調 如果有喜歡比較自然的指甲油顏色的話呢 就還蠻適合來UKA買的 那除了指甲油以外呢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人氣的商品就是這邊 小小瓶的指甲油 而且他的概念很特別喔 他們針對了一天 比如說從早上七點到晚上 一點以前的這十幾個鐘頭的期間呢 都有推出了幾款 可以在不同時間使用的指甲油 那每一個指甲油他們的配方都不同 不過共同點呢都是他們有 很濃的植物香氣聞起來非常的清新自然 就他包裝都超級美的 這個指甲油呢 除了你可以拿來保養你的指緣不要破皮之外呢 也可以拿來使用在肩頸或者是當香氛使用 因為他的瓶子是滾珠式的 所以你就是這樣滾一滾 可以擦在任何身上的小地方 除此之外呢 還有分不同時間可以使用的護手霜 我剛才也全部打開來聞過了 每一個都是很植物系草本的香氣 真的很喜歡這個品牌的包裝設計耶 而且這個品牌目前只有日本才買得到喔 銀座這一間樂天免稅店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中文的工作人員非常多 如果你在櫃位上有遇到任何問題 或者是想要請店員幫忙推薦商品的話呢 其實這個會中文的店員可以幫你尋找商品喔 在樂天免稅店買東西 跟其他免稅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來這邊逛一定要記得帶你的護照還有機票證明 是證明你之後會出國才可以用優惠的價格來購物 那在這邊買完之後呢 你會拿到一個商品的提領券 大家記得商品只能在機場要回鍋的時候才可以拿到喔 那大家最期待的樂吃購優惠券資訊 就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用我們的優惠券在樂天免稅店購物買一萬日圓以上呢 就可以限折一千日圓 那如果你是買兩萬日圓以上 都是折兩千日圓 不過提醒一下大家這個優惠券呢 就只能在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樂天免稅店的八樓、九樓使用 而且是直線Duty Free的商品 我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烏卡或者是免稅的藥妆專區 都是不能用這一個優惠券的喔 那我們這支帶大家逛樂天免稅店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最後跟大家提醒一下樂天免稅店的交通方式 其實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你搭地下鐵的營作線或者是丸之內線到營作站下車之後呢 從C3的出口走來 只要一分鐘就可以直達這一座TOKYO PLAZA了 大家如果有計畫要來營作樂天免稅店買東西的話 要記得使用我們的優惠券喔 那優惠券的資訊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最後也別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moderator 字幕提供